书接正文 上礼拜京中说月这段书是一段快智人口家喻户晓的回目 就是东平宫高宠挑花车 为国捐躯 高宠为什么要挑着花车 不挑不行 小元帅哈铁龙押借12辆铁花车来到牛头山金屋珠传令 你去哪 西南角高坡之上你扎一座营寨 可没在金屋珠的大营里面 单搁一个地儿 所以说高宠杀出重围找金屋珠啊 金屋珠在哪 各位书中暗表金屋珠可就在这座小营以内 这座大营别看大 没有金屋珠容身之所 让高宠整个把这座营就给踹了 拦不住高宠了 就一个人 跨下马掌中虎头造金枪 千军万马拦不住这位东平宫高宠高宠爷 所以说金屋珠跑了就跑小营去了 跑到小营金屋珠立刻传令 让哈铁龙放铁花车 要没有金屋珠传令 哈铁龙也没那么大胆子敢放12辆铁花车 可高宠呢 发现这座营了 高宠想的是 哦 这座营啊 是他 囤粮之所 自古以来 功高莫过旧驾 忌独莫过绝粮 我要能把他粮草烧了 我这趟下山 不光是战败金屋珠的问题了 而且 我立下大功一件 所以说高宠这一匹马 可就上了高坡了 上高坡各位 过去老先生说了 这高坡呀 很窄 要么 您从山下去 坡下吧 坡上了走 一匹马上去 可以 要么 您从上往下 由坡上奔坡下 一匹马下来 也可以 所以 高宠这匹马上来了 这一上来 坏了 金属猪以言下令 下令放铁华车 这华车什么样呢 这东西啊 整个的形状是个方子 当中啊 是个铁箱子 这铁箱子里边装的什么呢 装的废铁 装的大石头 要不然的话 这一辆车的份量 到不了千斤以上 除了这之外 在这铁箱的两边 有非刺 为的是平衡 一方面是平衡 再一方面 是为了寡人用的 这非刺啊 你要这非刺 撩上 寡上 您不死也带伤 两边有非刺 只有这箱子后边 没东西 为什么 因为它是 从上往下落 推是从后边往下推 往前推 所以后边没事 前边 铁箱的前边 还有个鸡脚 你用鸡脚尖 倍尖 倍快 也是为了挑人用的 再说一说 铁箱的周围 四周围 插遍狼牙 这也厉害 就跟那非刺 是一个道理 又有非刺 又有狼牙 您不被这划车撵过去 您也得被这狼牙 被这非刺撩上 撩上 挑上 扎上 护上 最起码是带伤 所以说这是这东西的厉害之处 再一折 这滑车呀 前后都有轱辘 前轱辘小 后轱辘大 从高处 往下落 越往下 速度越快 这是惯性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所以说等高宠 催马上了高坡 一抬头 这一看 第一辆滑车 油打山上 它就落下来了 说高宠再回头行不行 来不及了 一来是这滑车快 刚才说了 由上往下 本身这惯性就快 再者一说 就是这倒窄 要想快 行 拨转马头 放回头 时间上不敢踏 不容你拨马 滑车沿下来 再要么 您直接往后退 现在的话 说倒车 现在倒车是好道 过去 过去 你要想倒马 这可麻烦了 这马要往后退 那叫排啊 那一步一步 那太慢了 所以说 怎么着都不容功夫 跑也来不及 是不跑也来不及 那样怎么办 只有一条道 挑 高宠啊 算房间 不光有力气 有技巧 刚才咱说了 这滑车 前后都有轱辘 前轱辘小 后轱辘大 两边都是咕噜 高宠呢 挑一边的咕噜 因为高宠这一枪扎下去 扎这咕噜 只要这一扎上咕噜 就跟过去的汽车打眼一样 只要这枪给它中上 好 当时一个咕噜转 一咕噜不转 本来这滑车是平衡 直着下来 它这一动 这咕噜停了 这咕噜还转 这滑车自然45度角 它就摘呗了 这一摘呗 高宠才能两膀用千斤之力 才能挑这滑车 诶 使劲把这滑车往这边来 挑到道旁 或者说过去老先生说 说上山 那就往山溅里挑 往悬崖底也挑 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还得把这滑车 得往边上挑 这辆滑车挑过去了 浙刚一辆 紧跟着上边 接二连三 二辆三辆四辆 都往下来了 一共多少辆 一共是十二辆 十二辆铁滑车 您算 高宠连挑十辆 十辆都挑完了 高宠觉得 还行 盯得住 两膀履历过人呢 自个儿有多的力气 自个儿有多的能为 还不知道吗 高宠觉得行 人是觉得行 马盯不住 到第十一辆滑车下来了 这匹马呀 身上这汗也下来 突突突在这打颤 高宠经验很丰富 而且这匹马 跟随自己时间也不短了 知道 再让他再坚持坚持 高宠两腿这一用力 一加这匹马 这马明白 九随高宠了 一瞧 好 爷们儿 还得让我再绷绷进 行 我拥拥力 这匹马一使劲 四个马蹄子 可就蹬到地上 真紧 真磁事 往地上这一站 高宠一叫力 十一辆 各位 也脚落了 这时候最后一辆 第十二辆滑车 有咋山上下来 高宠没问题 您得想想他坐下这匹马呀 马师前提 这匹马真盯不住进 这匹马枯插棒根一倒 用句老北京话说 堆不在这 这一下 高宠任凭你有通天之力 马不行了 你人劲再大 也不成了 不容你再用力了 不容你再躲了 电光火石 这时间呀 太快了 按说月全传原文上所写 这匹马叫精疲力竭 口吐鲜血 铁打的划车 往下这一路 讲高宠 碾了个膝扁 这俩字您琢磨 这么大的高宠 躲是躲不过去 那怎么办 只有 最后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为国捐躯 所以说月全传到这 原文有四句诗 叫为国捐躯 副战场 担心可与 日争光 未破划车 身先丧 关键在最后一句 可探将军 马不良 不是人没能耐 一是英明 毁在这匹马上了 这匹马 已然是宝马良居了 各位 帮着高宠 连挑十一辆滑车 够可以的了 但最后 第十二辆 精疲力竭了 没办法 高宠 以身迅锅 所以落得如此下场 但不管怎么说 高宠这个人物 在说月全传里边 只出现了这么一回半 非常短暂 跟流星一样 一闪而过 昙花一现 但没人不知道高宠 提到经中这部书 就得要说高宠 刘芳千古 所以最后一句诗 方仔我说的 名垂青史 冠长红 高宠这个人物 这也算万古流芳 所以说这就是 这一段高宠挑花车 除了评书里有 我们京剧舞台上 这段挑花车 也是代表作 武生 武生这个行的 最拿手的 就是挑花车 过去呢 这出戏是 武花脸英工 有打 于居生先生起 他是武生 他就把这出戏改了 武花脸呢 改为武生 他有娇俩徒弟 一个是杨小楼 一个是上和玉 这二位呢 一个扎蓝靠 一个扎绿靠 那把这出挑花车呢 那演绎的 更为淋漓尽致 这之后 各大武生吧 高盛林也好 王金禄也好 于大陆也好 等等吧 都有自己的演绎 你要有兴趣呢 您回去都 回去可以上网 上网搜 挑花车的视频很多 这个 各家跟各家呢 还都不太一样 但是看起来 确实过瘾了 可以说叹为观止 所以说 这就是一段高崇挑花车 高崇被第十二辆 铁花车 碾死之后 元帅哈铁龙 就在高锅之上 哈铁龙这一看 当时站在那 眼都晕呢 把哈铁龙吓坏了 从来没见过 说人能挑铁花车 哎呦 这看半天 最后确认 高崇是被铁花车 碾过去了 哈铁龙这才回到营帐之中 禀报四太子金乌珠 说月全传 这写得好 各位 回来见乌珠 朗祖啊 高崇这个南蛮 连挑十一辆铁木车 真不雅如 霸王重生 这句话 这是由打敌方 哈铁龙嘴里说出来 评价高崇的一句话 什么话 霸王重生 项羽 没见过这样的 高崇真不雅如 项羽重生 这评价够高的了 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比项羽啊 好 拿高崇比项羽 那看到这儿呢 自然有朋友会有疑问 反正我小时候看到这段时候 前边荡气回城 看到哈铁龙 评价高崇这句话 霸王重生 我当时我脑子里先琢磨的是 项羽挑个滑车 拿高崇比项羽 要这么比的话呢 说明项羽也挑个滑车 有了古人做参照 哈铁龙才能说 高崇比项羽啊 所以后来我查书 查了各种资料 各位 如实的告诉您 回答您 项羽没挑个滑车 为什么拿高崇比项羽 也有它的道理 有它的根据 那么这个根据在哪 这就是今天 我要批的第二个地方 就是为什么说 拿高崇比项羽 而项羽又没挑个滑车 几年前 学读我第一部长书 是西汉演绎 一部西汉我说了78回 说到哪结束呢 刘邦驻金台 韩信败帅 败韩信为帅 我这部书就结了 也就是呢 前半套西汉 后边 什么叫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啊 还真正的楚汉相争啊 乃至霸王别姬 乌江自吻等等这些书 我都没说 78回的西汉 说到登台败帅 但败帅之后呢 现在我可以说了 不是说我不会说 你要我现在再重说西汉 我肯定得说到乌江自吻 但毕竟那时候呢 从水平啊 从经验 从各方面 那比现在呢 确实还有一定差距 所以那时候说了78回 后边呢 这段书没说 但那段书我知道 什么呢 就是今天我要说这个 项羽 跟铁药车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日后韩信用计 困住项羽 这是正经的楚汉相争 因为刘邦这边就指韩信 最大的敌人就是项羽 项羽又勇 那韩信怎么办 只能用计困项羽 那么这场战役很有名 韩信呢 用什么 摆了一座车阵 各位 划车来了 用铁划车摆成一座阵 困住楚八王项羽 那么这划车是怎么回事 一辆一辆 勾搭连环 不是一辆 也不是两辆 也不是十辆八辆 上百辆的划车阵 这划车呀 每辆每辆之间 都有勾挂 勾挂连环 这样的话呢 围成一个圈 这叫什么 这叫叉车阵 也叫划车阵 把楚八王项羽困在该心 项羽明白不明白 明白 这划车呀 一推出来 项羽立刻传令 冲杀 为什么项羽心里明白 要真让这叉车给我困住 我可就冲不出去了 即便如此 这令还是下完了 韩信的队伍训练有素啊 很快眨眼之间 铁滑车 困住一座叉车阵 把项羽困里边了 项羽这时候再怎么冲杀 任凭您 您楚霸王室 古往今来救您这一个霸王 有意见 被这东西困住了 任麻烧都没有 您多的能耐 不成 为什么 它都是铁的呀 它不是人控制的 铁滑车呀 你拿枪挑 拿刀砍 枪挑挑不进去 刀砍砍不进去 您怎么破的 而且这东西分量又重 说您 有挑发车 两磅履历过人 您挑单量行吗 这是全勾挂一块了 你根本动不起来呀 您说您撬动了一辆 其他那辆全 就破坏了 是这么说 可您也得撬得动那一辆 没招 眼看项羽 就得死在 插车阵内 幸亏项羽手下有两员偏将 这二位也都是 当时的名将 一个叫纪布 一个叫钟立木 这二位 这二位没随同项羽大队人马 这二位走小路啊 赶得项羽头漏了 所以说呢 没被这插车阵给困住 这一来 把项羽算给救了 为什么 这就是理应外合了 纯凭项羽 在里边使劲 您冲不出插车阵 只有外边还有人 理应外合 这么着 算是把这插车阵 打出了一个窟窿 出了一个窟窿 那就好办了 项羽凭借跨下马 掌出八宝 头龙阴风枪 率领人马 这才冲杀出来 即便如此 韩信这一路之上 埋伏多了 项羽屡战屡败 屡战屡败 最后等回到老家 回到腾城了 清点人马 折损大兵二十万 项羽 输给韩信了 留下来一句 非常著名的话 项羽把雅夫范增请来了 毁不听 雅夫之言 当有今日此败 这句话太有名 谁都知道这句话 什么时候说的 就这时候说的 不是到最后了 乌江四晚 没到那时候 到这时候 项羽就知道 韩信不好惹了 当初我没听您的 我不应该去打韩信 结果致时有今日此败 而这此败 最关键的一条 就是这插车阵 让项羽损兵折将 一而再再而三 接二连三的败北 回到腾城 损兵二十万 所以说这是项羽 说当初项羽 拿这铁华车都没折 什么意思 那这铁华车 是一座镇 不是像高崇这样的单条 一辆一辆的 不是 都连在一起了 这东西威力大 它是铁卷死个堂的 往前一冲 冲击力大 上边有废铁 有石头 千斤之重 您挡不住它 那就被它撵过去 那这人就完了 所以冲击力大 净可以攻 而且这铁华车 退可以守 您把它连在一块 它往这一站 站这么一大块地方 你动魂不了的 任凭你多少人 多的力气 您说把铁华车掀开了 破坏了 不可能 原地就可以 就算安营扎寨了 它往这一扎 别人谁也动 动魂不了了 就这么厉害 所以说它没弱点 怎么办 项羽拿的都没折 那么今天高崇呢 连挑11辆铁华车 后来也有人分析 说就因为是一辆一辆的放 才成就了高崇 挑花车之名 因为它这12辆车呀 刚运了 哈铁龙刚运了 马上呢 这边金屋猪跟岳飞 就在牛头山下开兵建杖 您说真让 哈铁龙说这12辆车 摆成一座插车阵 一个这车数量不够 就12辆 再者一说呢 让哈铁龙高坡之上扎营 他怎么摆这阵呢 他要摆阵他得在平地上 得有一大片空场空地呀 把这12辆车勾挂起来 那还算 一共就12辆 阵也摆不起来 又没在平地上 他又在高坡之上 所以哈铁龙呢 就像刚才我开书说的 拿皮艇带 把这划车都固定在这大树根上 哎 以防万一吧 以防不侧 结果这一来还真就 救了金屋猪一命 金屋猪要不上他这来 金屋猪要在营里头跑 那让高宠追上 没金屋猪的好 高宠现在正在怕 所以说金屋猪也跑对地 跑到西南角 高坡之上 哈铁龙这个小营 高宠马上就到 金屋猪这才传令 放滑车 12辆铁货车 依次一辆一辆一辆 往下来 高宠连挑11辆 到底12辆的不成 哈铁龙回来 这一向金屋猪这一禀报 大王重生 四太子文言 倒吸一口凉气呀 好厉害的高宠啊 悬一悬 顾家今日命丧牛头山呢 吩咐来人 把高宠的尸首挑在高杆之上 让岳飞他们瞧瞧 让这些南蛮瞧瞧 跟我咋 都是这样的下场 金屋猪到这时候发狠了 这边整顿善后咱不提 有小藩 将高宠的尸首挑在高杆之上 原本这一戳 翻回头来各位 咱得说牛头山 岳飞带着重架 可没回山 知道山下还有一高宠了 怎么办 都在河野岭那 岳飞撒起无数的探马打探消息 务必得把高宠的死活生死 得给我问出来 得打探出来 探马还没回来 这边金营 高宠的尸首可挑起来了 尸首这一挑起来 头一个看见的 二爷牛稿 为什么 牛稿跟高宠感情最深 前文书咱说了 牛稿下山崔良 恩收三将 正淮 张奎 高宠 最后收的是高宠 高宠的能耐 在三人里也是最大 不单这么说 牛稿 张奎 正淮 仨人家一块 在高宠马前 走不了几个回合 所以说牛稿 对高宠 那佩服的五体投地 那真拿 这兄弟 当自个亲兄弟一样 所以说 高宠这尸首一挑起来 再看二爷牛稿 这一看 啊 大叫这么一声 牛稿 催动坐下屋追马 优打和业领 可就下来 那位说 不请示岳飞 不照顾军令 这时候还管元帅 还管军令 弟兄情深 顾不了那么多了 牛二爷一催坐下 屋追马 掌中宾铁颜 优打和业领 可就下来 直接就购奔 金营原门来了 金营这有小藩 有藩兵啊 在这打着呢 一看优打山上 冲下疑人来 临近了 看出来了 牛稿 哎 牛南蛮 你要干什么 牛稿心说 干什么 掌中这 冰天险一举 去你呀 豁出去 经中说 月原文上写 小藩呢 像西瓜一样 滚来滚去 平日里 牛稿也没这么大能耐 就算 打这些翻兵翻将 打的是 小兵竹子 那也不可能说 一减一个 说这人头像西瓜一样 滚来滚去 今天完全超水平发挥了 豁出去了 好 我兄弟死了呢 那还顾着那么多 牛稿一匹马 就来到高竿以下 牛稿抬头这一看好 牛稿这眼泪可就下来 兄弟完了 两只冰铁箭往地城一扔 退剑池 按崩黄插冷冷 累下宝剑出侠 牛稿可就把这绳子给割断了 割断绳子宝剑一扔 高竿这尸体望下一落 牛稿接待怀中 仔细的一看 方才离这远呢 是两行累下 现在等看真正了 那就不是哭的问题 当时牛稿优打马上就栽进去 死过去了 这时候翻兵翻将要移上来 刀砍枪挑 那好 二爷一命归西 跟着高竿 双双 丰都城报道 丰臣台前多了两女冤魂 那不成 把牛稿说死不成 高重死 是应该的 因为这是原文 他活不到最后 牛稿比谁活的都差 牛稿在我这部书中 他得活到最后一回 什么时候我说月 收官结尾了 什么时候牛稿才能完呢 所以不能让牛稿死 牛稿这匹马 尤打山上望下的一来 岳飞一看就知道坏了 与此同时岳飞也看见了 高重完了 拦是拦不住了 那怎么办 派人接应 张立章用张宝 王衡和再再再再 四元大将来到近前 快去接应牛将军 是 四元将各踢兵人往下跑 跑得这样一快 等跑下去了 岳飞一拍脑子坏 我也做了 我怎么派四元部将下去 牛稿骑着马下去的 这四位全是顾将 张立章用张宝王衡 没一位怕下骑马呀 嘿 岳飞心说 这哪赶踏 来再来四位 来谁呀 于和龙 何元庆 董仙 张宪 又派下四元大将 这四位都是马将 你要看说月全传原文 先派四顾将 后派四马将 到这儿您就得琢磨了 这八位 在现如今岳飞麾下 顶着尖了 论武艺 前八名了 没有再比他们强了 因为高宠完了 杨再兴 没出事 陆文龙 还在金帮 岳云 关陵 全没出来了 四蒙八的锤 现在就一蒙两的锤 就是何元庆 手里那对锤 岳云 严成峰 迪雷 都没在 都没出事 所以说您算了 岳飞手下 现如今 是不是这八位 算顶了尖了 四马将 于化龙 何元庆 董仙 张宪 四部将 张立 张勇 张宝 王 先派下四部将 又派下四马将 这八个人可就下了 牛稿 割断绳索 尤达 马上 往下 这一倒 抱着高宠的尸身 还没容翻兵 翻将 进前呢 四部将到了 紧跟着四马将也到了 前前后后 没岔出 多了远近 为什么 这四元部将 别看没马 跑的可不满 都是大长队 哥现在说 奥运会 世界田径锦标赛 那都是拿金牌的时候 再加后边这四马将 了得吗 好 八个人几乎同时 可就来到山下 怎么办 不用说献商量 献分工 哥哥兄弟 怎么办 您管谁 我管谁 不敢的套 张立张用 哥俩叫前后护持 王衡 把这 剪 宝剑 剪起来 牵过牛稿 这马 张宝帮着 把牛稿 连同 这剪 和剑 全都 往马上交代 王衡不管吗 就管牵马 把牛稿 往马上一搭 牵马 还有一高宠的尸身 张宝来 张宝 抱着高宠的尸身 这四位 没头就往山上跑 还四位呢 那四位 可不管别的了 于赫龙 一条大枪 张宪 一条大枪 何元庆 掌中一对锤 再加上铁面判官 董仙掌中 月牙连环斩 双枪 双锤 加一铲 这四位 大开杀进 任凭你多少翻兵 翻将 靠不得进前 您琢磨 这四位 尤其是铁面判官 董仙呢 当初九宫山上 那是一家大寨主 杀人如麻呀 今天可算了 赶上这波 董仙 于赫龙 何元庆 张宪 连老代小 四元大将 断后 这四位 往山上跑 这四位 断后 等金屋珠 游打 西南角高坡 这小营上 回到大营 听说 再派将 人家已然 护送着 牛稿 连同高丛的尸身 已然回山了 这边 隔夜金屋珠 如何处理山后 咱们暂且不表 翻回头来 咱得说 牛头山上 等来到牛头山 大营以内 好 把高丛尸身 往这一放 这边得先救牛稿啊 再不救牛稿 也死过去了 绝杂垂叫 把牛稿 呼唤过来 那牛稿 不能看高丛的尸身 一看就哭 一哭就晕 晕了再醒 醒了再晕 那受不了 没辙 万般无奈 岳飞传下一令 把牛稿啊 送回他自己的寝账 这还不算 派汤淮 贤弟 你从打金钱起 什么事都没有了 跟牛稿住在一处 你没别的认 就是看住牛稿 劝他 一定不能 生短见 汤淮一听 哥哥 您有点多虑 贤弟 伤心呢 谁都伤心 我理解 谁寻短见 他也寻不了短见 您放心 我听您的 我看他就是 汤淮那对牛稿太了解了 汤淮陪着牛稿 咱不说 这边岳飞赶紧 到玉须宫建价 一个 是给皇上 道经 哎 别经着价 再一个 把高崇 以身训国这事 跟赵沟一说 皇帝一听 哎呀 这不是一般人呐 东平宫啊 当初东平王高怀逮的后人 那是我大宋 晴天伯玉柱 架海紫金粮啊 这不能草草的了事 来呀 传阵的旨意 蒋镇的衣冠 包裹尸首 暂且掩埋在牛头山 等日后太平 再送回原济安葬 说月全传原文 赵沟 这一步棋下的是对的 干嘛 看着 哎 是对高崇好 实际上是给这帮活着的看 哎 我是有道的明军 哎 我这皇上是好皇上 哎 我得让你们看看 我对得起 啊 以身殉国的高崇 什么意思 蒋镇的衣冠 我这身 龙袍 那我这冲天冠 拿我这身衣裳 给高崇穿上 高崇殉国 为国而死 穿我这龙袍 带我这冲天冠 那意思 他就皇上了 这 完全 那是 看着这死的 敬这活的 哎 让这活的看 所以说 这一来 大伙也 没什么可说的了 就这样 把高崇 各位 可就安葬在牛头山 大家伙 心里都难受 一时节呢 说实在 双方可以说 叫损失惨重 打这天开始 连着多少天 没再打仗 金屋珠啊 也没派人到山下叫战 岳飞呢 也没派将 到山下草战 就这样 双方啊 都暂时平安无事的一段时间 这时候 咱不说山上 翻回头来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咱得说说山下 山下金营以内 这几天啊 都没事 单说这一天 金屋珠坐在中军大仗之内 一旁边 站定的是军师哈密赤 金屋珠啊 在这看书 也不知道拿起本什么书来 估计闲书 江湖从凡之内闲书吧 看书 看着看着 本来很安静 他这看书 哈密赤呢 那呆着闲着 琢磨事 猛然间把这书一放 哎呀 好厉害 一个感叹词 先挨一挨 完了说了仨字 好厉害 本来哈密是在旁边站着 我快着了 就这一句话 把哈密是击零零打个冷淡 好 没鼻子本来喘气都费劲呢 先拿嘴大嘴 呼几口气 哎 什么是 你这种好厉害 军师 你有所不知 孤王 方才又想起高宠了 这个人好生的厉害 枪挑孤的金环 这环不算 连挑孤架 十一辆铁货车 不雅如霸王重生 哎呀 我想起来 好怕 哈密是一听 一乐 郎总啊 人死呢 要不可复生 你说立了就 陈梅迷呢 凑了你一眼吧 人死呢 要不可复生 哎 你也不用多讲 哎 您哪 好好想想啊 怎么打牛头山 也就是 军师你说的有道 还有意见 你叫孤想 你怎么不想啊 军师军师 有事先知 你都没主意 你叫孤家 我想主意 啊 这是你做军师 分内职责吗 哈密是一听 郎总啊 跟您这么说 您 是打算 要活的音乐难瞒呢 还要 能音乐难瞒呢 几乎这一听 两眼就亮 军师 你 摸摸你脑门 摸脑门的 烫不烫手啊 无烫手 发不发烧 不发烧 很正常 正常 你这是说胡话 明显你这是烧膏了 前些时节嘛 孤家我 说要擒牛头山 两个小军族子 作为福里祭旗 擒两个小兵 让你军师 哈密是说 这牛头山 打不上去 擒不了人 上山太难了 断然 抓不了宋军 连俩小兵族子 都抓不了 你让我擒岳飞 还说嘛 要活的越难瞒 要死的越难瞒 军师 你这不是说胡话 又是什么呀 确实 金屋猪问的有道理 卡密是人一张嘴 你是要活的要死的 那金屋猪自然 生气 前些时我说 擒他两个小兵 你说上不去山 根本勤不了人 那现在又问我要活的要死的 这不胡说吗 所以金屋猪 反问哈密赤 哈密赤一听啊 郎主啊 死一时啊 米一时 好 金屋猪一听 死一时 彼一时 那照这么说 现在你有主意 嗯 郎主啊 跟您这么说 陈我已然 死而一记在死 有了这个计策 您说 是要活的越飞 还是要损的越飞 我都能满足你 呦 接不住这一听 哦 现在有主意了 有计策了 问我是要活的越飞 还是要死的越飞 我要活的越飞 怎么讲 要死的越飞 又怎么论呢 郎主啊 您用了我的计策 这么跟您说 两让越飞活 越飞呀 就能下牛头山前来归降 那就是活的 两让越飞死 跟您这么说 越飞就能在牛头山上 一遇而终 您说 是要活的 还是要死的 呦 请主一听 这主意可不错 想要活的越飞 越飞 越飞 下牛头山 归降我 那是要活的 想要死的越飞 越飞嘛 在牛头山上 抑郁而终 抑郁了 这主意也不错呀 好好 军师教我 但不知是什么主意 他们是 未未以向 如此 这般 这般如此 真一说 哈哈 金无珠 不由得是一生的冷 等效 军师啊军师 你这主意 还真不错 嗯 要照这样嘛 死即可行 来来来 累 补 升仗 金无珠 一生令下 可了不得 三痛 巨匠 无响 若干天 打金银 可没声仗 今天让哈密市 这一个主意 说出来 金无珠 命令 巨匠 声仗 三等 五这一响 金银之内 哪叫元帅 哪叫狼主 哪叫平章 哪叫篇富 牙匠 人人奋勇 各个争先 是齐聚在 金无珠 中军大仗以内 金无珠 在率案后 端然稳坐 看了看 两旁的重将 用手一拍率案 今日 本郎主 声作大仗 要用军事 哈密市 一条计策 这条计策一出 能叫岳飞呀 要么 下山归降 要抑郁而终 因此 本帅 要派两元大将 行使此计 但不知 元帅 薛烈花报 何在 元帅薛烈花报 薛烈花报 已经赶忙 闪布出班 郎主 末将在 牙将 张兆龙何在 末将在 本郎主 就派你们 这一将一帅 率领五千人马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素师此计 是不得有物 金屋珠 把这道大令望下一派 各位 元帅 雪了花报 牙将张兆奴 一正一副 两元将 率领五千金兵 这才要行使此计 到底这条计策 是什么 引出来 又一段好书 小花说之后 最精彩的一段回目 叫垂震金蝉子 谢谢各位 咱们下周 再说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